那32个服务器的话 他们也是经过了一年的一个时间 一年的努力 来到了我们的武神坛明星赛的比赛服务器里面了 那现在大家也是看到了 本次2017年的武神坛明星赛 一共有这32个服务器参与当中 大家可以找一找 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服务器在里面 那由于小组才第一场还没有打 所以目前的话 各个服务器暂时还是一个零分的一个情况 但同样我们也是看到了非常多 我们可能在过往一年来所看到历届的强服 基本上都是在里面了 对 我刚才看到 我刚才看到咱们直播间里面 寿哥也是早早的就来了 看来 是吧 看来你这边 我看到了蓝婷旭 蓝婷旭挺关注自己的服务器 对吧 能让你这么早起也是不容易 那其实在这三个12个服务器里面的话 我们有看到有非常多熟悉的面孔 那到底他们在今天的一个小组赛里面会发挥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通过我们赛前的时候 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们早上看的第一场的对阵将会是由柳花湖对阵 屋苏城 那这两个服务器的话 我跟他们 我也是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刷在一起 因为小组赛的第一场是根据他们的一个5000单的积分情况来刷 所以说其实相当于第一场更多的是强服跟强服会刷在一起 但是从第二场开始就不一样了 第二场开始就会根据小组赛当前的积分再进行一个刷对阵 所以说小组赛的第一场没办法 看缘分 看缘分 那到了第二场开始就会出现一些 可能相对来说就会出现一些比较很强的服务器 强强对决 就看他们在今天的一个小组赛到底会出现什么的一个情况 不过这里可能在这两个服务器中值得一提的可能主要是柳花湖吧 顾苏城的报名阵容刚才我们看了一下还算是比较常规的 比如说顾苏城的报名阵容的话是那种 女儿武装两个风系 然后就是普陀大唐摩天公 就是这样的一个算是双峰国标流 而值得一提的可能是柳花湖那边的话 咱们从名字上就比较熟悉的风中追风 没错 那个施陀岭是在柳花湖的报名中是有的 没错 好的那这边的比赛已经正式开打了 我们观战方这边是柳花湖 对战方的话是顾苏城 那这场比赛也是刚刚浩子所提到的风中追风的 真的是 施陀 施陀 直接出现了观战方这边柳花湖的阵容当中 因为柳花湖的报名阵容刚才看了一下是 施陀加大唐的双物理系报名阵容 替补的五个的话就肯定是会有法系嘛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法系 观战方这边的这个叫做爆神的法系 看一下是什么门派了 按我们之前的比赛来看的话 其实很多 摩天宫 服务器都会改成是一个摩天宫 那今天是不是有摩天宫 继续称拔在武神坛的明星赛上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可能这里面还要提到的就是 咱们今年的年度的全明星争霸赛里面 在后面的比赛中会出现半选 诶 没错 竞选的一个情况 就是很简单 如果你是大唐双龙宫阵容 在竞选里面直接竞掉你龙宫 或就是竞掉你龙 比如说竞掉你龙宫加大唐 那你在这两个中要选的话 比如说你选了这个大唐 那你两个龙宫都无法使用 因为它是竞选的门派 其实像这种玩法 我突然想到这两个东西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看到 那种卡速的空隙天宫吗 如果说对面直接竞掉你的天宫 那你就相当于一个卡速的空隙天宫 再加一个摩天宫 同时都是没有办法上场的 那这个的话我估计得到了 得到我们的1月6号7号 在无锡给大家带来直播的时候 才能看到这个变选的一个情况了 那现在的话 从开场来看 罐罐罐这边毕竟上了一个女儿 双加武装的一个双风气阵容 给对面的一个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不过这场比赛同样还是 没有那么强速度 至少从变卡的角度来讲的话 没有出现太强速度的情况 那这场比赛从阵法上的话 也是观战方背小课 双方算是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边许多颖也是开始变身 那其实观战方这两个变身卡 一张对面的摩天宫是非常有压力的 很难受的 很难受 对战方没有变秦仙 在遇到摩天宫的情况下 秦仙卡收益真的是挺高的 直接就把你的法暴凌视 直接误误误 那从目前的情况其实来看 观战方这边在青宝宝上面的效率 会比对战方快非常多 主要是因为他上的是个 斯托里加摩天宫的一个阵容 师托里师伯配合摩天宫秒一下 万雪宝宝也扛不住 而且刚才刘云完了 暂时观战方这边有全场的风隙一速 无魂反应下点杀 对面刘云 算是比较标准的两套阵容吧 师伯 伤害很高电魂闪 对面 这样打其实就非常尴尬 非常尴尬 两边对比一下摩天宫就知道了 观战方这边全秒而且伤害爆表 对战方的摩天宫已经要单秒青宝宝了 全秒成熟送愤怒 这样打的话其实对战方就很难受了 很难受 反倒是现在 对战方要打点杀才行 对战方如果不打点杀的话 你一直让一个摩天宫单秒 虽然说 你伤害是没有说给观战方这边加愤怒 但同样有个条件 观战方这边不用怕他们的血量会被你压着 接下来你只剩下一个摩天宫在单秒青宝宝而已 人物单位没有造成太多的一个血量压制 对面拿回了全场因素风 那武装也是把对战方的塔 苦多的塔给打掉 大唐在平坎 想要刷一下漫天套 对战方的话 摩天宫也是骑了个塔 看一下是否为后续的一个金钦做个准备 那刚刚呢也是看到了观战方这边施托领打宝宝 在一个5000左右的一个数据 并且配合上摩天宫群秒 三四千的数据 意识宝宝 一个回合新意识宝宝 刚才报对面武装都能报到4000多 4600吧 伤害很高 不过对战方的话 有上帝府是不是一个门派啊 通过增加鬼眼 增加抗风能力 无魂加效力 凝制还 不是凝制一速 这个时候是要抢对面 好惨啊 这摩天宫 摩天宫 单秒亲宝宝 效率肯定不够 关掉光快 这个单秒 刚好破个波兰 对面大唐的名字比较有个性啊 请叫我平坎哥 没错吧 名字非常的不错 但是我 漫天套吗 对 漫天套 看一下七宝 只有两个七宝 不是 已经解掉了 哦 五招命中率很高嘛 加个光辉 这边在笑里 给他对方的摩天宫 控愤怒方面 观战方很积极 连续两回合的控愤怒 直接平坎坎身 并没有触发漫天套 再抢一苏 再有凌智 群秒四千四 这个凌智特技的话 是放给 是留给了施陀来用 算是比较少见了吧 施陀凛特技挺多的 凌智都能在 带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 有点好奇 观战方这边 施陀是怎么配特技的 你觉得会带 施陀凛他自己会 会带什么样的技能呢 野兽 野兽破血 破血 凝智 现在只好三个了 我觉得 那这样的话 可能他就没有大特技了 剩下的位置不太好 带特技 除非有那种 比如说 神医啊 神武器啊 然后还有一个 愤怒腰带 加大特技 那种就 那种装备就比较少而已 笑里 把施陀 施陀凛这边凝制完了以后 还是再被笑一下 施陀的 还不错 下滑 可以啊 6800 笑施陀凛这边 可能只是为了防一下破血 但是这样的一个效率 收益真的很小很小 施陀凛有变身 使用破血的概率 也不一定很高 因为你破血 可能还只能打一个宝宝 但是施陀 万一直接打死一个 对吧 还能再多施陀一下 双方的武装 其实封印兵力都很高 那官方这边 波兰保了一下施陀 再拼开 哎 第一次 双方第一次的满前套 已经触发了 又披神了一只宝宝 官方这边向行 啊 空了对面 摩天宫一个回合 估计也是 赤头里看了一下 自己剩余的变身回合数啊 在小组积分赛的过程中 是不会出现竞选门派的情况的 在八强之后 就是下周末对吧 下周末在无锡 举办的线下赛的时候 八强产生的时候 开始出现竞选门派的情况 嗯 嗯 石头岭这边是向行了一下 算是防点杀吧 嗯 那其实我们发现 石头岭又是那种没有印记的 那基本上这种情况下 就是看不到石头岭飞机的了 如果石头岭这种情况下 还会去印记 那证明应该应该是清场了 但这样的石头岭 唯一恐怖的地方 就在于观战方这边 可能全场都会有五只宝宝 一直在场上 嗯 而且对面的宝宝 生存能力就会很差 相对会差一点 因为石头岭肯定主要任务 就是清宝宝了 嗯 以前 大家玩梦幻 石头岭给大家那种暴力的印象 嗯 怎么说呢 不复存在了 就是一英机那种 以前我们看的那种什么 人间大炮 人间大炮 对吧 现在 就算你们看到石头岭 也很难看到那种情况了 因为现在这种都是 这种石头岭都是偏团队型 很少个人主意了 对 而且以前的那种人间大炮 毕竟变得还是个鬼将卡 来高级必杀的一个效果 那现在的话 基本上 石头岭都会选择变一个 应该说基本上物理系 都会变一个夜罗查卡 然后选择 大唐平坎 然后或者石头岭的师伯 来清一下宝宝 对面大唐又干将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 下回合对面可能会进行点杀 观战方这边肯定也要防了 一只取秒 迫使对战方 一速的武装起了法宝 观战方这两个情形卡 变得非常 非常棒 压制力是很强 对 虽然说这两个情形卡 导致了观战方 即使有女儿村 但是没抢到一速 但是从生存能力上 提升也大 所以在这个力与臂之间 我感觉是力稍微大了一点点 因为对面毕竟只有一个武装 你顶多控我一个封 而观战方这边两封系 是对面一个武装控不过来的 所以感觉还是 哎那清风观战方还拿到了这样的 全场一速风 哎呀 这个对方其实这个回合是一波点杀来的 按正常来说啊 用黄泉之息来叠伤害吗 看一下对方摩天宫的出手情况吧 看一下是不是单秒的 应该是 那这样的话观战方还拿到了全场 一速风的话 那这两个情形卡变得就更加完美了 简直无可挑剔 那现在场上的话 我们看到对方刚这个回合是没有选择点杀的 只是一个黄泉之息要抢一下观战方这边 应该说要压一下观战方这边 武装的一个速度 至少让自己的一个武装的速度优势 可以稳一点 开场对面 武装拿到了一速嘛 还有压制观战方的情况 那这样观战方拿到一速女儿 对面就非常不好打了 刚才即使是武装的这种清风 都没办法阻止点杀 问题很严重啊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啊 观战方视频可能的武装 更乐意自己在一个三速 因为每次一个点杀 他即使你是清风望远 我直接卡 卡封你人物 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了 反套没中 地府师踩了个塔 哇 7700 啊 对面大堂踩着干将的情况下 出了一把金轻 那干将基本费了 对面这个 怎么说 摩天宫挺难受的 单秒的情况下 还好像从比赛开始到现在 已经秒神了三只宝宝了 已经 先人子宝的孩子也被清掉 三封一个没中 有点惨 继续 今天四号位宝宝应该防御了 否则不会爆四千这么少 啊 你看 果然是防御的 比赛 那比赛能打四千 也是证明对面是防御的 石头领能出手 对面宝宝好像都 都得防御 都得防御啊 这样很被动 尤其是对岸方普陀 以及大堂的宝宝 首先是需要防御的 原因就在于观察方这边 目前主要进来是这两个 人物单位的宝宝 看一下这个回合 是不是先清一下对岸方大堂的宝宝 嗯 不过对面的问题就是 尽量要考虑点杀 扩大优势 或者说是找到优势 因为对面这个阵容 打后期感觉没有观战方强 观战方毕竟是 在有一速的情况下 观战方等于一三速 然后呢 阵法伤害加成也是观战方高 效率方面 尸托领驾摩天宫 青宝宝效率也高 所以越到后期 平稳发育到后期的话 我感觉观战方是会有优势的 打到后期 对面不太好打 这个 只有一个武装的这个 这套阵容 对面不适合打后期 有小伙伴说 有小伙伴说 再轻两轮宝宝可以飞机了 你太年轻了 不可能的 再轻三波宝宝都不会飞机的 这场比赛如果大家想要看飞机的潜力 肯定是清场了 肯定是观战方这边 已经要清场的节奏才行 连环机也 也应该 不太容易出现 因为观战方这边没有地府嘛 两个风系肯定是拖 拖后期 然后打消耗 耗武龙 耗药 耗你宝宝 就是各种耗 杀人 不适合观战方这套阵容 女儿加武装 就是耗你武龙单的 控制你 打消耗 师托加摩天公 亲宝宝效率高 也是在拼 拼那个消耗的 那观战方这边 按这两个情况下 平稳发育 亲宝宝 其实亲宝宝不上新的太多 亲七轮宝宝 就可以了 这还不多吗 亲七轮宝宝差不多了 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个阴机了 但估计 亲完七波宝宝也快120分钟了 其实这个数据也很好算啊 一个回合亲一只 对面一共可以出 五九 四十五 四十五只宝宝 我算他亲 三十五只 也得三十五个回合 一个小时吗 按照两回合亲一个 可以吧 大概就一个小时吗 所以这场比赛的比赛时间 我觉得也是在一小时以上的 应该是在一小时以上的 对面想要连点 打破观战方这个双峰的 国标阵容 也很难 也不是说对战方点死一个 就能够有很大的优势 很 很难的 不太可能连点 连点成功率太低了 所以对战方想 很快结束比赛 也不太可能 也不可能 尤其是 尤其是还会向行 还会向行 这卷直就是耍无赖 不过对面宝宝很能神 又一个向行 把对战方能够成功点杀的几率 降到了为零了 基本上 因为单大堂 能够直接扫死一个人 也很难 这个向行就很无赖了 我之前也看到 有一些玩家 就是比较喜欢 看PK的玩家 就在聊一个问题 他们说 国标流的阵容里面 就是单峰器 单峰器的国标流阵容里面 大家会选择上一个 普多地府的阵容 但是当这套阵容碰到了 像观战方这边 双峰器的国标流 单峰器的国标流就很难打了 那他们在很难打的时候 他们还上了一个地府 大家都知道 地府这个门派 在打逆风局的时候 它的一个作用相对来说 是没有太大的 按正常来说 地府这个门派 应该是打顺风局的时候 他可以继续把节奏 或者是把一个优势 扩大的一个门派 但是他在打劣势值的时候 就很难打了 那现在这场比赛 就刚刚好是这种情况 观战方这边双峰器 碰到了对面单峰器的国标流 而且对面还上了一个地府 这个时候地府的作用 微不其微 因为物理移速也不用抢 对 风系移速 你又抢不到 你很难抢 这个法爆 好恐怖啊 三四千 三四千 鼻垒跟上 跪气 差一点点 武装也触发了 金麦效果 其实要我说对面武装可以考虑一下天地同兽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这样一直被摩天公秒 再加上被女儿村封印控制 对面武装没有什么发挥空间的 如果说是天地同兽了的话 那虽然观战方有壁垒宝宝加上施托岭 但是取完天地同兽加上一个指人 适当的波兰宝一宝 至少对面武装是能够出手的 而现在来讲就很难出手 而且要一直被摩天公秒 看一下对面会不会想到 会不会不是想到吧 应该是想得到 但是不一定敢用 所以要说是对面看敢不敢用这个天地同兽了 否则这个二速武装 肯定被女儿村完美压制 如果观战方打得再极端一点的话 还会去提前效力控制你武装的愤怒 让你连清风都用不了 效力 效地府 无环 碰一下观战方 天宝宝的节奏 波兰 师傅 防御的 又是刚好秒在了波兰的宝宝身上 等于对面摩天公零输出 很惨这样打 又被清两只宝宝 这样打没出路啊 而且这样比赛对方方是没有办法用人来扛这个输出的啊 开场对战方武装有全场一速封的时候 多少还有一点主动权 让观战方女儿村拿到一速 对面就很难打了 女儿控一下武装 观战方武装适当地控一下对面的双输出中的其中一个防一下点杀 美滋滋 只要风力命中率不太差 都很都很好打 看这个回合观战方这边要不要笑对面的鼓夺吧 或者笑武装 对 笑武装很简单 就是防你清风 对 让你没有发挥空间 你要你要吃五龙丹是吧 嗯行 用龟素去吃 吃完了我下回会再把你放回去 再把你放 好 所以这种就是压着对面打 那大家也是看到了啊 对面是真的不敢让用五个人来扛 赶紧把宝宝出了 观战方这个回合是选择想要封杀对面的大唐 其实观战方也不用着急 真的不用着急 慢慢耗 观战方这套阵容就是一个小时以后特别爽 持续的一个轻宝包节奏就可以了 那这个回合观战方这边还是会主控对面的普通 嗯 因为我们要恢复啊 因为我们还要留意一个小细节就是对面三个人身上是有红毒的 而如果精清不出来 这个红毒都会把对面人搞得很很烦的 这这七八回合八九回合的红毒能让你掉多少血 直接笑了 不封你 让你点灯 所以对面武装又什么无魂又什么发文夹就证明他自己已经 没没办法 有一个非常好的战术了 这种丢法宝就是非常被动的 就是你实在不知道该干什么才会丢这种法宝吧 大家打PK的时候应该也都这样 谁谁作为一个武装作为一个缝隙 谁能出手有一个好的选择的时候会丢发文夹这种东西 无魂已经是很被动的一个选择了 发文夹都用其实就已经很难受了 对发文夹使用的时候只能说他的一个无魂在CD当中 实在是没办法 没有非常好的战术可以用了 才会被迫来用这种法宝 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情况 真的对面也要考虑一下天地同寿 天地同寿可能是唯一对面能打破这个僵局的一种冒险的方式吧 虽然会有冒险 但我觉得观众发这边这个回合 女儿村跟普陀脚脚下丢塔 可能再次效力对面的普陀跟龙弓 对就控愤怒 就控你愤怒不让你惊心 也不封四个让你逆境 就控一下愤怒就好了 对你看再继续笑 这是再效武装 因为武装一直要被挨群秒的话 再加上武装如果是经脉上选择是每回合还要回个几点愤怒的话 愤怒来源还是挺坏的 清风还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在这个回合看一下有没有效龙弓吧 人减了天弓出来 卡锋一下大唐 那这样的话也把对战方大唐的点杀的这个 可能性降低 但是对战方的话金青应该也是出来了吧 啊没有 这两个人相互的用 一个用药 一个用技能相互解开 估计队长方也是觉得天弓脚下踩了个塔 金青可能会有点明显 那这回合对面的天弓一样应该要要被控 或者被笑了 反正观众方应应该是不用太着急的 一个控一个笑都是有可能的啊 柳村看一下 继续笑领 叫普陀 普陀的塔已经结束了 结果还要再笑一下 被封着 还要再笑一下 他看见对面普陀是否罚战 如果罚战那证明 笑对了 嗯 果然 对面普陀可能是 有一把金青 哇这个相琴 王子你应该知道相琴不能使用特技吧 对 哇这个相琴简直就是无赖中的无赖啊 对面现在这相琴都不是为了防点杀用了 对 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你 防点杀也有一定的程度吧 反正就是顺便把你的这个可能有的金青也给也给控制 控制 太无赖了 不过比赛才刚开打了30分钟 我们看到对方方普陀拉出了只高鬼魂的宝宝来减少自己宝宝的一个损失 但这种宝宝怎么说呢 躺在地上其实也等于没宝宝 对也等于没宝宝 而且还卡着你一个回合树在这里 你这段时间你没办法拉宝宝出来除非你自己拉起这个宝宝 再笑 你看你看这个效果 就是把对面可能有的愤怒全全部效光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彩塔 再笑 这应该是关两方这边接下来要打的一个套路 所以说对面现在五只宝宝又是同时出来了 二号位宝宝是倒地 但是段方没有记错的话 其实对面二三四号位三个位置都已经大概被清掉了三到四波宝宝了 至少三只以上 对 每个人三只以上 半个小时 这样清的话 而且两张琴仙卡 真的是让摩天公欲哭无泪 绝望 所以这里有一个话题就是 摩天公 是否有没有 就是如果真的有钱的支持的情况下 两套零事还是有必要的 一套法商 对 一套法商的 一套法报的 好的 那这比赛我们看到了对方方是率先来了一波点杀 但是点武装 武装 没有翻天眼 看一下 开打爆了个四千四 这可能就是对战方指挥牛逼的地方了 就是在观战方这套阵容里面 对面能发现一个最好的突破口 就是可能也察觉到了武装这边的抗性问题 常规思路 这个武装作为卡速风 抗性不会差的 但是当大唐一起刀 我们发现这个武装好像就是很脆 那这也就是对战方武装 对战方指挥牛逼的地方了 他可能这个时候能够找到一个突破口 对 就是打破常规的一个突破口 一般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会想去点尸陀和女儿村 卡速武装 而且站在了一个相对有防御加持 一定的抗性加成的龙阵队长位 是不会优先选的 由对面先把这个武装按死 而且是个封杀 算是一个小突破口了 效果还不错吧 只能说比较可惜的是小爽没关中 哎 发暴打掉 黄泉之七抓女儿村的速度 这边 抓 抓的效率是比观战方女儿村恢复的速度效率高的 所以一直抓的话 还是能够把女儿村的速度抓下来 三秒 有点惨 又省了一区宝宝 大伤回春 观战方就必须打了一个小配合 前面也说过了 两个回春 前面也说过了 观战方这边这套阵容 想连点 很难 很难 这个连点很难 对面的宝宝也被清掉了两只 在只有两只宝宝在场上能动的情况下 对面想点 也有难度了 但这个回合 因为这回合如果对面点 可能要吃一把 象形 象形 如果对面强压关的话 这边的武装也不一定是好事 压不死了 有止人 打掉了 打掉了 但前面吃过两个回春了 留言 哎 这个双灯 很爽 哎呦 慢天套呀 合 合击倒是慢天套没办法出发 5900 又神 二号没可能 又死一个 对面 开场 好不过 开场的情况来说 运气稍微有点不足 好不过 不过对方刚刚的那个点杀 小小爽挂中 可能会好一点 但可惜没中 女儿村 看一下还有没有一速 刚才是被抓过了 还不够 但是三封一个都没有中 直接无魂 小死亡挂给大堂 挂给尸驼 不过 必须点 那这个点杀 我相信对面也意识到了 真的耗不过的 耗不过 这样打下去绝对输 这石头铃血好多呀 完全没有保护 勾魂 到了 那这样的话 官将方这边的一个清宝宝的效率会稍微的缓和一下 至少接下来两到三个回合 像清宝宝 只能冲过一个摩天宫单秒 进行一个清宝宝 这种点杀也是迫于无奈 三封又没中 对面的武装刚是拉宝宝了 地府也拉了个孩子 还是只能三秒 两个避雷针 琴仙再加上两个法宝一粒 摩天宫完全不敢秒 又清掉了一个高驱爆五千直接带走 直接驱掉了对战方二号位 那接下来这个孩子得小心点了 想连点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这个真不好点 真不好点 点龙三吗 太明显了 不一定点得死 出宝宝吗 要被清的 就是看一下这回合能不能守 就是守师之类的能不能打好 彭嫂直接清宝宝 那这样的话下回合你没办法长期守师了 扫掉的是那只高驱的 扫掉的是高驱的 那证明对战方可能 五号位又是一只鬼魂的 火轿方 摩天宫也是预判的 用技能解开了 流村的封印 看一下这个回合吧 是托领事给大家起来了 但是对战方想要守师的大堂上回合使用了一把很扫青宝宝 这个回合没有办法长期守师 看一下这个回合 观众方这边能不能把对战方的武装给控住吧 观众方这边先控对面地府的特技 武装反压观众方这边普陀没中 那这一次的封印普陀不中 观众方这边师托领应该是会被拉起来 好的 师托拉起来 应该有 应该有人顶要的 先起个指援 还是很稳健 防止自己在下个回合继续被压死 天宫时间秒出了一万 这三个人的伤害 一万零七直接把那个孩子给清掉了 孩子挺惨的 说实话 并不是司托领加魔天宫 一起输出的情况下 被当秒了个一万 而且这个天宫还没有起天神护体 但是他们肯也是跟大家说 观察方这位肯定不会起这个天神护体的 毕竟队长方有一个地府在 好了看一下武装控制还是非常 控意味素还是非常高的 黄勋扎武装 这个黄勋扎武装的话 不知道还是想抢哪个速度 反正很难 对面有一把金钦 由摩天公放出 对战方现在五个人物单位头上都有普陀的血呢 要一直给对战方武装顶大金才能扛得住摩天公的输出 现在观众方前面打的套路就是把对战方的宝宝全都给干掉之后 然后一个一个的拿掉 像这种打法的话怎么说 挺恐怖的 就当你的宝宝都没有的时候 你怎么跟观众方前面打 尤其是对战方在清宝宝的效率 对观众方前面是没有办法比的情况下 对面只能通过在自己的宝宝在被清完之前 进行有效的点杀 从而来下比赛 否则这样打下去的话 早晚被观众方前面给耗死了 看来也是有小伙伴了解到这个问题啊 也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赛制的一个情况 这场比赛应该说 今明两天五场小组赛的比赛都是打120分钟 120分钟的时候 将会根据双方的一个情况 进行一个胜负的一个判断 还有一个平局 对战方还在黄神之息抓观众方这边武装 对战方也在波兰宝宝宝 也是在学习观众方这边这一套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回合吧 对战方的大唐现在是有一把干将在脚下的 如果说这个回合是对战方点杀的机会还真的是 主要原因是观众方这边双风系被控的情况下 这个回合对战方是否会选择一波点杀 我们来看一下 从目前情况来看啊 点掉观众方这边吃脱离是最好的一个情况 毕竟可以让观众方这边的一个轻宝宝的效率给下降 但是对战方武装中了一把乌魂 地府效力了没点 不知道是点其他人 点不死 啊就乌魂 这个乌魂相信相信啊 观众方这边是有一个防点杀的一个想法的 在上一个回合 本来是有可能是观众对战方的一波点杀啊 但是观众方这边也有防点杀这个想法 一把象形控制就要放到摩天公 有没有感觉很无赖 很 嗯 对用无赖这个词又感觉挺到位的 哈哈哈哈 虽然有一点点贬义 但还是挺无赖的 他就是一直在托你 有小伙伴说在弹幕上说 主要是运气太差了 嗯 虽然有运气成分 但是不是关键性问题吧 嗯 有时候一场比赛可能就一个大死亡就 扭转乾坤了 对吧 那种比赛我们 说他是 运气导致还 还好一点 但是这样的比赛 我觉得运气就算是有影响 也不是关键决定性的 这边宝宝被轻得好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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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神 那现在观众方这边 唯一能进的就是对面一号位的那只宝宝了 看下对方会波兰宝一下 武装进行空观众方这边的武装 小死亡来了 挂给观众方这边的一宿女儿村 又是没有挂咒 先看点不点得死 啊 破甲提前的吧应该 起到两千 两千 哦呦 这个爆了四千九 对面的大唐很难很难爆 那应该是点杀成功了 好 再一个风链运动 两下梳没有中 在观众方药品充足的情况下 拉起这个女儿村应该不难 感谢小伙伴们送的小礼物 感谢空心送的紫水晶 那这样比赛的话 刚刚也是看到对方选择了一波点杀 然后观众方这边的一宿女儿村 啊 而且这个时候对方方 直接给武装再加了一个颠倒五行 增加一下抗风那个能力 师伯五千八 这是要压对面一宿武装的血量 但是我觉得 直接偷酒 我觉得压对面大唐的血量 比压武装血量好呀 刚才那个师伯如果打五千多 打对面大唐的话 就不死也残了 而且你下回合如果要再要点杀的话 你没你没宝宝呀 嗯 你怎么顶要 这个回合 耗死你觉得对面会被拉四十宝宝出来 哈哈 女儿村青青反正也分不中 你你这个不就算不拉宝宝那就丢个回去 也可以 拉宝宝 要考虑 都是送的 送的 但是 我觉得啊 我觉得啊 如果对面不拉宝宝官方这边万一 节奏带起来直接冲你的话 其实这个时候再拉宝宝可能会更更危险啊 金青 金青来了 对面 武装监石起人 不又 反压大唐 放点下 我对面大唐 不起个法宝吗 看一下干将什么的 武魂 有点梦想 武魂太被打 连环姬直接封杀 这个 你还别说这个连环姬我还真的 有一点点预感 因为对面宝宝真的太少了 你师伯都已经去打武装了 你为什么不能师伯或者连环姬打大唐 你能想到压武装的血量 你肯定也想得到压大唐的血量 而且反正我是觉得压大唐血量 你压武装血量还好 反正你武装不是艺术风 我女儿村把你一控你就是废的 而大唐这一点的话就是 他反正倒在地上了 对面没有任何杀人能力 整体来讲观战方这边往后期拖的资本 就会更大 大唐一死或者一被封杀 这对面还有什么杀人能力了 就没有任何威胁了 摩天公 半飞 两张清仙卡一变也算是半费的一个输出 输出真的不高 不过这个回合观战方这边被套入了一把 而且我们看前面两次顶下成功是吧 其实主要都是靠大唐的 摩天公就是稍微垫那么一两千血就可以了 但是所以说主要输出80%的伤害还是由对面大唐来打的 所以大唐一死 观战方优势就会很大了 我对面是拉起了大唐看一下对外方 现在三个人物单位被控 人物被控的话 还是得拉宝宝啊 不然你连吃药的宝宝都没有 有很多小伙伴都说要起飞了 飞机应该还不会 应该还不会 因为毕竟飞机所承受的风险比较大 给他们每个人都送愤怒 万一个个都尽情很难受的 这种方向是地府放的一把军军 长驱 这种长驱都已经看不懂了 哇你这样这么大的优势这样打就 对面很难说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就是有点不给机会的那种感觉就是 这么大的优势了还要用向性 刚才谁说飞机来着你们睁大眼睛看看 这叫飞机吗 他连师伯都不师伯了 直接向性 刚才那些说飞机的人呢 睁大眼睛看看 还想飞机 想多了 一把向性 对面 一脸蒙蔽 再把武装一控 对面地府还在抓武装的速度 指控三个单位不给秘境 好 听看龙龟miss掉 官方这边 是托领起个指人 啊 官方这边还是很稳 打得很稳 配速宝宝先清掉 现在对方 二五号位的两个孩子如意外 都会被官方这边所激活 从之前的情况来看的话 可能会清掉这个 武装的宝宝 效果会更好一点 这个回到官方这边的 尸团应该是变身的 看一下对方方有没有一把武魂来控制一下 我刚才看到有一个弹幕 挺着急的 他说 呃 我看我找一下啊 他说大概意思就是 啊 这个小伙伴说的是 我们说错的次数 不及浩子说错的百分之一 对没错我们也经常有预判错的情况 当然也有预判对的嘛 对吧 亲孩子了 应该不会轻易的飞机的 士博亲孩子效率也是非常高的 很严重的 但是也可能会轻易的 一些相处的 咱们照顾的 那么俩 祝你 要不要做什么 对 对 我们俩对 对 一直这样的 是 这个 或者说是丢丢法宝玩一玩 这样打法的话 胜算太低了 只会越来越低 虽然好像观战方 也没有什么很好的破口 精心看一下 小小王来了 已经很适合点杀了 又获奖 大唐的伤害爆炸 确实爆炸了 没扫出来 对于对战方来讲 简直心情就爆炸了 没错 本来以为伤害爆炸 反正是爆炸了 没有想过 观战方这边 这种套路战术已经打过 在这场比赛已经打过三次了 效果也非常不错 一把精心都没办法点上 这个时候可能 远方会想起他 女儿村这个能不能 精心抗风 对面是武装呀 不是女儿村 没空中 没有空中 空下石头领 小死亡再拿一次水清 人吃五龙丹 哇 我觉得此处应有掌声 你觉得呢 四个字不给机会 四个字真的是不给机会 能说什么呢 因为前面前面也总结过了 就是根据前面几次 点击成功的数据来看 80%的伤害都是大唐打的 就控大唐就好了 没必要去控摩天公 摩天公 秒不秒都没那么重要 只要大唐扫不出来 摩天公就算法爆了 爆不了 反正就算是能法爆 都杀不了人 而且到了这个时候 浩子觉得他还会不会再攻一次 三个回合点 就对面大唐来封 空啊空啊 就空 就空你大唐 就是如果真的不给机会的话 对吧 没中 没中 但是他的确空了 对不带 没空 没封中 不代表观战方没有意识到这种战术 哇 三个回合还是点着这个大唐来控 向行 场上是没有这种输出的宝宝 你就一只小童子 你想干嘛 你能打 这个得有个500以上吧 69 其实我觉得观战方这边这种套路可以打起来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对外方的地府一直在装观战方这边武装的速度 卡风 再加上一把相形 感受过绝望吗 人吃药 不给机会 对面这个精青就只是为了解风回血了 没办法再继续点杀 封普托 封普托 子欣加大金 再加上一把 雪灯 下回合 下回合女儿村满血了 把对面大唐可以再点一波了 现在打到目前为止 挺绝望的 这样比赛打到目前为止挺绝望的 应该差不多了这场比赛 差不多了 下回合女儿村碰武装 然后武装再套大唐 特别简单 试图考虑变身或者是破血把对面大唐可以再点一波了 差不多了这这一两回合之内把对面大唐再放倒一次的话 应该就结束了 对面武装这个点不用杀 空一空就可以了 碎运动你那个墙扣 你看 就这样 但是又没走 而且还在波兰 对方方 三级宝宝出来 有点不给机会 亲孩子 对面是把宝宝一下子拉 拉满了 拉满了 嗯 再搞一波事情 先止路孩子 那这样对面再出了这么一整波的宝宝的话 就不会再去杀大唐之类的 应该还是先请宝宝了 刚才想的是对面如果不出宝宝的话 要开始杀人了 要摁大唐了 但是出了宝宝那肯定还是继续消耗 我看你对方的方还有多少只宝宝 这就是观战方的战术 那其实到了这个时候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在现在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武神坛明星赛 浴血赛的比赛当中 我们每场比赛打的是120分钟那个时间 也就是说是跟平常我们看到的武神坛的淘汰赛的时常是一样的 所以说其实观战方这边这样的一个打法的确是可以在120分钟之内拿下一个绝对的优势 继续施伯亲宝宝对面还用宝宝来保护 一个绝望的摩天宫去单秒一个有法防的龙龟 诶鬼魂宝宝 刚到发自己应该会准备一只高须的宝宝了 嗯 不过仕托领还是继续世博亲亲孩子呀或者是亲宝宝继续消耗 如果说待会这个观众方这边三号位的龙龟被清掉的话 估计会拉一些高区的宝宝出来 或者是说场上已经有高区的宝宝 那就不用拉了 两个清闲卡真的让对面摩天宫有点 有点没存在感 你要说四打五都有点不太过分 这个摩天宫的存在感太低了 这两个清闲卡让导致的摩天宫存在感太低 或许 防御 打脸 惊心一下 瞬间存在感爆棚 还是得刷一下存在感 对 不奶不奶他一口他就没有存在感 感觉经常都是这样 我就要放在孩子也是直接被清掉了 看一下这个回合观众方这边 还是可以继续 师伯配合摩天宫的群秒来清宝宝 对面四号位置之宝宝下也挺危险的 刚刚已经被破血过 虽然说是防御 但还是掉了四千那个血 不过通过这场比赛 可以感觉到刘花胡的变化 非常大 以前他都是只会无脑冲的 不是不是损他 以前给人一种就是很擅长打 就是暴力 激进 对 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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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话 这种就是这种 稳 稳一点的很猥琐的这种打法 是他风格上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开始了一些 以前哪会想到这样的去稳啊 稳到连续三次卡风大唐 这种这么稳的打法 不是跟激进完全就没有半毛钱关系了 这些全都是战术 以及指挥的一些升华吧 甚至有小伙伴都说了 这还是叶子吗 对吧 确实会有这种感觉给到大家 不过也说实话 零花虎可能在以前打三攻上面 的确是很暴力 但同样他们也吃过很多的亏 激进不了 就是人家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以前队伍跟刘花虎打 就是知道你一定上暴力 就是知道你一有机会 你肯定点 那我就防就好了 尤其最明显的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只要刘花虎遇到 蝴蝶拳 基本上都冲不下来 冲不下了 他就是知道你什么时候点 什么时候会激进 你就不会猥琐的 你就肯定是点杀的 一有机会我就防 一有机会我就防 每次都撞墙的那种感觉 那现在这种 刘花虎的打法的话就 差别很大了 差别很大了 因为以前刘花虎打三攻 太容易撞墙了 但现在 遇到那种防点杀能力强的队伍 特别难受 而且刘花虎可不一样了 通过这一次的一个 虎神台明星赛 下午赛第一场的比赛吧 我们只好可以看到 刘花虎 也可以说是适应了这种打法 套路也很不错啊 每一个回合都很细腻打的 这回合同样很细腻 女儿村水清武装 然后再水清湿陀 那观众这边 普陀是水清了湿陀岭的 小死亡的 那这回合是有一个速度上的干大点 其实他水清武装是想让武装再次打封大堂的 但是对面用来解封大堂的单位是一个卡速的童子 而不是人开 所以速度卡不上 卡不上 武装快了 武装比那个宝宝快 但是 是吧 虽然没有卡封住对面的大堂 但是 这把象形 还是让你继续在绝望的深渊 浸泡着了 浸泡在这个绝望里面了 这波贼6 是吧 浸泡还是把湿陀岭给水清了 保证了湿陀岭的这把 那个象形 因为 因为如果是对面蒙天宫反正秒出来的话 湿陀岭也倒了 他的想法很简单 我只要水清出来了 我的湿陀岭就肯定不会倒 这是观众方这边的一个想法 但是对方继续风雷运动还是按观众方这边的 湿陀岭那导致龙三的一把金青没能给到湿陀啊 但这种压死的感觉意义不太大 这个回合观众方这边再次拉起 除非你大堂长驱守施 感觉这种场面啊 这种场面的 是 你强控武装啊 也正毒 但是这样的试图能倒地 对于观众方来讲 完整完直接还魂了 回魂咒 回魂咒 啊 波兰宝 这个东西 八百年不见了 而且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百五一百六的装备带个回魂咒啊 很好奇 我觉得 你可能鞋子打个回魂 带个回魂咒的 很恐怖 这肯定是一个很非常好的武器或者是 装备 装备 衣服之类的 而且也看得出来 流花狐是专门为湿陀领这个门牌配了这么个特技 或者是愤怒回魂腰带是吧 对 对 一般都是这样 你不可能搞个头盔鞋子什么的 或者项链搞个回魂 那不可能 不太可能 但只能说 刚才也说过了 这个仕途令导地对于观战方影响不大 不大 但是通过这种方式 拉起简直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就耗了两盒大金 但是观战方的药品 根本就不是问题啊 那观战方现在三个人物单位踩塔 不太好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对于观战的那种东西 有些东西 对于观战的那种东西 可以 这种东西 对于观战的那种东西 你怎么能打 这个是要连环机吗 反压回去吗 假如是连环机 真的是连环 这波很漂亮 卡锋也漂亮 这个点杀时机 我觉得也是非常漂亮的 因为大唐一被封杀 对面必须得出宝宝 不出宝宝 对面根本扛不住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 流花狐这边 接下来宝宝的出手情况 如果没有宝宝出手的话 代表着观伦发这边是 用宝宝都来保护了 他们的尸駝里 有一只出手 应该是出手的 应该是出手 因为有这个卡锋在的话 其实还是很自信 还是很自信的 因为这个武装命中率 还是挺高的 真的挺高的 我这波点杀 对面真的是非常难受了 对面封杀了大唐 完全没有杀人能力 你看出宝宝 必须得出宝宝的 观众发今天在 有一波效力 对方的黄天公 看一下是否会被罚战 全面控愤怒 全面的控愤怒 其实这个小死亡 不解比较好 这个小死亡不解 我觉得会更好一点 但是解了也没关系 还不解会更好 我觉得 对我觉得不解会好一点 相对来说 不解对面 就不可能点女儿了 但这样的话 对方的默天公 好像是被罚战了 通过一把效力 武装 就是女儿村控一下 对面武装 然后观战方武装 想控就控 我不想控就效力 然后普陀也是 刷刷灵动什么的 优势太大了 观战方 这边可能更多的 现在看一下吧 女儿村控武装 是基本上是确定了 就看武装会不会控普陀 这回合 这回合 施陀岭应该是 师伯请宝宝 但如果这回合 施陀岭还要向行 对面天公的话呢 那真的就 对面就没法打了 反攻一速 可以 应该是师伯 这边控 想控摩天公 眼魂闪 师伯 五千 五千加四千 高鬼魂 高鬼 这边武装 也是一个黑云林高 提升一下自己的速度 对面没有拉起大藏 观战方 女儿村还有没有 无资金啊 有无资金 给对面武装挂一个 这回合 给对面武装 挂一个无资金 摩天公 秒一秒 爆炸 现在对面的血量 应该不是很 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如果我直接 我这个 无魂比无资金 还恶心 我想的是一把无资金 观战方 直接一把无魂 正过 从结果上是一样的 结果上是一样的 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我无资金 其实是想着 通过摩天公 把对面武装 给压血量 甚至直接暴死 但是这个连环机一处 就是直接 比我想的 还极竭了 这把 看龙三 应该是死了 龙三打个三千 就倒地了 两千多 还没死 两千 你看 最多剩三千 血 刚刚看了 完情况 他只剩下 两千六百 血的情况了 那张比赛的话 我的预感还是挺准的 是要弄死 武装了 这那把无魂 可爱 太恶心了 接下来就要看 观众方这边 怎么来推进这个节奏了 现在直接购宝宝 轻心揍来保龙三输出 我感觉这时候可以说 说那句话了 就是顺风局 我来我也行 顺风局 我来我也行 现在观战方 优势非常大了 情形咒一下 龙三位也只是为了首诗 不过刚才那个也是开玩笑 现在的话就是要变身 重新 这时候其实可以考虑 差不多可以考虑阴机了 配合摩天公的面伤 有一定程度上可以考虑阴机了 但是如果再想求稳 还是别阴 阴机还是有点点不稳 阴机还是有一点点不稳 但我觉得观战方这边 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 观战方这边还能继续在 时间还好多呢 还能再继续 两个小时 听一下宝宝 我猜一下 现在应该也就打一小时多一点吧 一个小时 我看看 十分钟 你看 这一个多小时 前面也说到了 应该就是在 一小时以后 观战方会出现比较大的优势 但是观战方这边直接换了一只虚秘书蓝 毕雷宝宝没蓝了 而且也不是高区的毕雷 没意义了 清掉 哎呦 没有轻心救 龟宿来了 哇好尴尬 这个武装 站起来就是被 我怎么感觉 他是站起来被封杀呢 武装站起来之后 还触发了一次 感觉挺难受的 看一下这个回合吧 女儿村可能会选择控补装 那观战方这边的武装 就看你要不要选择控补装了 现在大家可能从观众的角度来讲 就只考虑是否要飞机了 是否要飞机了 对 其他的问题都不大 你要说观战方会输 从局面上 观战方输的可能性极低 就是看什么时候赢了 所以这个赢的方式 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 就看怎么赢 还在黄泉之息 人游戏太大了 可以逆境了 没中 39 赢金 真的来了 真的开始逆境 面伤的一个压制要来了 在足够能控死对面的情况下 阴击 地府倒地 不管后面其他 不管后面刘花胡的比赛表现怎么样 但是这场比赛 刘花胡表现 非常棒 非常棒 基本上无可挑剔 他这个阵容的优势 误得非常的透彻 而且在变身卡上面也给了 对面绝对压力 对 简直稳的一比 无懈可击的一场比赛 至少这场比赛要奶他一口 后面比赛打得怎么样 不敢说 但是这场比赛真的是太完美了 太完美了 对面真的是没脾气的 从半小时左右的时候 就可以感觉到 对面没有胜算了 慢性死亡而已 这个时候对面 这波精青稍微缓和一下 我看现场小伙伴们 反正你们就调皮吧 也不跟你们讨论别的东西 鬼魂的宝宝站起来了 应该还是继续阴 阴机的话 给对面的压力 比较非常的大 对 我们配合摩天公 打一下面伤 这时候摩天公 最好也是点着大糖来秒 没必要点着宝宝秒了 因为反正对面宝宝 对面宝宝活着威胁不大 你要穿空武装 武装在空对面的普陀 接下来就要看 观察花这边 有没有一些想要防一下点杀的想法 如果再稳的话 就是还是老样子 武装控对面大糖 尸头领一把相形 这个效力是经过计算的 直接控 直接控天公 对方方的话 也是觉得扛不住了 地府 毒 回的血还是很多的 回了一千 一千七八 过来 看一下会不会因 继续硬 这个硬机 这个硬机证明的 证明观战方 现在指挥判断的是 优势非常大 如果观战方只会判断的 结果是优势还没有太大的话 你看 真的是点着大糖 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 虽然对面是有宝宝在场 但是不需要了 对面宝宝威胁不大了 对面的宝宝 就算在场 就算场上有宝宝 给观战方造成的威胁也不大了 就点着大糖去 反正大糖一直摁倒在地 你就没有办法想要通过一些 反点杀的想法 英姬 这种情况下 英姬就是证明了自己觉得优势 非常非常大 只要是让观战方感觉到一点点不稳 就是一把象形了什么的 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回合 观战方这边 摩天宫还是继续可以出手的 看队面能否有一些 无魂的操作 来控一下 摩天宫出手 花样拉起大糖 兽哥不要在这里带节奏 小天把你封了 调皮 漫天套 这次没有点大糖 这次没有点大糖 对面也是出了利皮来针对这波虚米 对面出这波利皮打出光了吗 这边可能会不会选择再轻一下这波利皮呢 这波虚米宝王现在身上已经是有灵动的 哇爆大糖 两千九 两千九 一速武装 即使是有七门五行李 有法宝 会员伞还只然忘了 反正没站起来 感觉刚刚那个 虚米宝王应该是法波 波了一个上线了吧 爆了个两千九 这把飞机 零动 随便控一下 这场流化虎打得是真好 发挥了自己阵容和能够把握的各种优势 以及在比赛切入之前对对外方的一个判断 解决 派或去 公铁斧特技 没中 环羊处拉� wurde 控队战防场上最慢的宝宝 好 我不愤 大唐是平感被反正给震死了 5号宝宝也被摁倒在地 这个群秒 还好没有人倒地 房泽你发现没 观众方在布兰宝宝宝方面 基本上都一盘队了 对 基本上都预判到了 全都中了 对 他的波兰全都预判到了 每一次波兰都是对面摩天宫秒的那个单位 也是对面立批想要批的那个单位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观众方这波宝宝现在对两方在清不掉的同时他的一个持续输出伤害能力 让对方方现在还还不过来而且对面的普团一直被重视你看现在对方五龙丹人解普罗让普罗点灯吗直接拉起武装反压制空龙三吗 我 观众方还在布兰这个时候我觉得布兰就不如灵动好了因为摩天宫啊你摩天宫没灵动 你就算死一个虚拟也无所谓啊 死了 我没看错三个法包吧 嗯嗯反压一速对面卡了一个大惊效果还不错 还是奇门五星那好呀 保住了 我主要是因为观众方这边刚刚我们三十中那把武魂没有秒出去 对 如果能秒出去对面的我还是慢性死亡 感觉没有什么翻盘定 一波新一波虚弥清了三五三个回合了吧 一个都没死呢 我们来猜一下他这个回合会有补夺波兰宝三号 别波兰了拉灵动 直接来这边上午 第一第一次波兰宝三号虚瑞虚弥的时候 还是挺漂亮的 但是上回合不拉灵动就有点亏了 灵动收益更大一点 因为你毕竟武装的虚弥就算死了你还要再拉一个呀不行你就再拉一个嘛 对不起 地方灵动 嗯 这就对了 又来一把银鸡 活天宫描出去看一下对面的地骨扛不扛得住啊 还可以 还可以 哇 西魁是2900 主要是对面二号位这个利批啊 请不掉 刚才神佑了 已经神佑过两次了那只宝宝 但有种感觉就是观众方这边现在好像想要推掉 却还没有推掉 因为对面的利批什么的也神了 对 如果说 好 观众方这边接下来三个回合之内不能把对方方的利批宝给清掉的话 那其实 又得进入到了 再清掉对面宝宝这个阶段 单封控地府 对面 人拉起 轻轻 要不要点 这是对面的一次机会 又没封中 武装已经连续三回合没中了吧 直接拉奥尔 一千八 一千八 再点个大金 火焰伞 火焰伞 嗯 虚命也被清掉 尽不 lan 关众方这边全面激火对面的2号位的利批 四千 三千 二号位的另一批是 经过了五个回合了接近 终于是被清掉了 但这个回合 我觉得观众这边 有点点的危险 武装可以选择直接卡速 控对面的大唐 稍微控制一下会好一点 武装控一下对方的大唐 对方方是没有上 元村这个门派 所以没有办法通过 你把精轻增加抗风能力 对面如果还想赢的话 就只能是赶紧点上 这是一个不错的点杀机会 看一下能不能点得出来 能不能出手 你看 是点杀的机会 武装也给你机会了 给足了对方点杀的机会了 直接很想 死了 死了 这个女生 其实总结一下 为什么没有一波带走对面的原因吧 我觉得就一个 这个石头领伤害不够 不够 没有印记的石头领 就是伤害还是 欠缺了很多 欠缺了很多的伤害 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 对面现在能赢啊 赢的话 局面还是观战方胜面大很多的 只不过 我只是说一下 前面三回合 三到五回合 为什么对面 没有崩 没有 没有直接崩盘 还是因为石头领 练伤的时候 伤害还是欠缺了 他当时被对方抓住了一个机会 摁死了女儿村的同时 把官方这边的龙三也控住了 毕竟不是个人主义的那种 加点 而不是那种经脉 没有爪印的石头 我发现有些小伙伴也发现了 石头领在阴迹的时候 伤害是挺低的 所以就是前面也说了 为什么前面 没有优势非常大的时候 都不可能去阴迹的原因 那观战方这边也要确实 确实要稳一手 不会被我们给奶死 应该不会吧 你把那个门去掉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门去掉 这回合要防点杀 小死亡挂给官方这边的朴脯 无自禁 无自禁 这个金甲 没有下行 走远了 怎么感觉 别感觉 我相信有很多玩家 对于目前这场比赛 是不是以为我们换了一场比赛来看 并没有 我们看的目前这场比赛 关上方这边还是流花狐 对方还是姑苏城 这场比赛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由于关上方这边武装 刚刚在一次防点杀的时候 风云命中失败了 对对对 这个武装问题很严重 你知道吗 对 连续三次还是几次都没封重 对 他真的是因为这武装问题而已 他好几次都没封重 关键回合 防点杀没封重 来 是托颖也是先起个会员伞 其实还有个问题 就在于关上方这边 龙三现在高区 法暴的几率不是很高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 很懂得怎么去针对摩天宫了 所以摩天宫在灵士上 还真的是要考虑法伤会好一点 因为毕竟法伤这个东西 是你没办法针对的 法暴是可以针对的 他就是能一直这样压着你 就是这样压着你 你也没有办法 而现在的话我们看到 关键方这边最像说 圆村跟普陀都相继倒地了 但现在场上 关键方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就在于他的宝宝有非常的多 可是普陀倒地了 他们的药品也非常的多 只能这么说 主要是普陀众小死亡倒地 这个是有点伤的 女儿村倒地都还好 防御了吗 强点是负的 反控一锁 这个金轻绝望 金轻移情没防 应该死了 看最后一道保护 要看一下他应激了吗 破血了 这个反正 惊掉了宝宝 强行不亏 强行不亏吧 这时候如果对面实在是都没宝宝了 那就还有希望 如果对面还有一波宝宝 关键方就很难 最担心现在对方拉一波虚米出了 对啊 就是怕对面有宝宝 对面要是没宝宝了 就还好 提风望远 你看对面不出宝宝 还是不出宝宝 应该是龙三来拉人的 没有龙三拉宝宝 一号喂宝宝 直接鬼西洋跑 如果对面已经没宝宝了 那观战方都真的还有点希望 龙三喂鸟 女儿村能站起来 局面还稳得住 现在就看这个二号喂的孩子 能不能站住了 那同样也挺考验 关键方这边的 你看对面要方 虚米拉出来了 笑脸在控一下你武装的愤怒 武装也换了一个孩子 那这个孩子能不能省 省了 那这个女儿村应该站起来了 龙三也成功表出去 给对面方还是 那我们了啊 我们了 你不要说 你不要让我把门给删了 我不删了 我不删了 我们 我们 好 绝望 我们啊 我们 还有希望 就是 普陀可以拉了 普陀拉斯陀 然后看一下怎么再去反击 不要着急 还有希望 控武装 控武装 没中 看一下武装是反控一速 还是控 直接 我还以为要控摩天宫的 因为控摩天宫的话啊 啊 能神 人来了 龙三来了 有情仙卡 不会法报的 三滴血 法防灵士 哇 这个二号位的孩子 看一下三号位的拉了没 人来拉 人来拉 拉斯陀 看一下鹰姬 先鹰姬 然后再出宝宝 直接出宝宝 那这样的话 这个一号位的宝宝 很明显是用来卡要的 嗯 好 那现在场上的话 观众发这边 五个人物单位站起来了 而且 一速女儿村也在场上 这回和女儿村的三飘 很重要 很重要 还有就是这个武装的一个封印 武装现在直接卡速控 对面的大堂 其实意图是比较明显的 但我觉得还是得封 即使意图明显 还是打 还是得封 我们没有换视角 不三飘 还在求稳 没中 武装中了 我们的大进 视图出的是配速 但是 没人控大堂了 龙三位有危险 我对面还很稳的用 老老套路 破血 嗯 老套路 但是这个象形让对外方绝望啊 摩天宫 miss一下 哇哇伤害 1194 有灵动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好 还能接受 还好女儿村没死 牛村我觉得你这时候要赌三票 对啊 我刚才也是觉得要赌三票 对 真的要赌一下三票 要不就这回合人结武装 然后让观战方武装去封对面大堂 对面有一把武装的金钦 配速宝宝解开武装 看一下这个回合 对面是点普陀的武装的封印 这次命中了 对面也是 铁了心要把你的普陀摁倒在地 你也没办法 虽然普陀防御挺高的 但是没用 也不是说没希望 还能坚持 因为现在唯一的消息是 士多领这个能清须米的点还在 只要士多领的对面的须米都清掉 对 对面就没宝宝了 对素孩子没有被清死 没有被扫死就可以了 这个回合还是可以强拉的 对面的大堂踩轮子 扫不死一只宝宝 空武装 先变身 对面不点下孩子庙 利劈 哇 这个伤害 但是两个利劈 就是说 局面谁说谁言还说不好 直接投酒 直接投酒 金金加抗风 所以 这回合应该要控对面大堂 所以这个金青可以照顾到的 无论是宝宝还是人物都很好 对面武装你可以选择起个指人 或者是拉的宝宝 我突然想个战术啊 就是这把金青的话 尸陀向行一下对面的 低速 武装 其实也行 直接添地 无间地狱 这边也是怕武装 这也是直到武装可能会去控大堂 仕头直接防了 还是死 伤害太高了 4400 这个无间地狱就是铁乐星的 是要扫死这个石头岭了 否则 但是对面大堂也有点危险啊 两只宫宠在 也挺冒险的 有两只利劈的这种宫宠在 对面大堂 也有点有点危险的 破保护 哇 一只 一只 一只配速宝打这么多吗 684 三千 一万二千五百三十八 你看我没说错吧 你看我没说错吧 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这个天地同兽虽然是防住了被武装控 但是也是有问题的 而且对面这回合普陀被控 看一下对面武装有没有清风 但是也是有问题的 这边可以拉起石头岭吗 但关了方这边普陀还是没有办法拉起 还是得等这个小索王结束之后才一等有孩子来了 这波一万二长脸了 哦 这个小关了吗 这边还有时间选择去笑里空对面的武装武装的确也没动 对方小死亡是挂过来了 但是这个回合对面谁来干这个女儿村呢 有杀人力批吗 高连力破 好 对面应该是想要武装 等一下啊 清风望月解开补博的封印补卓拉起大唐大唐长区 关了方这边女儿村倒地 应该是这个套路 但是由于被笑掉了愤怒 清风望月不出来 少了大唐一个物理输出 对 那这回合观战方可以拉起 不妥了 不妥了 就是还是观战方这边的 这个回合对面方也要小心 观战方这边斯托领起来做 可能有可能直接再来一波应激 对 其实还是得应激了 因为借着无间地狱的伤害 斯托领这边的输出 就不会像前面一样那么低了 加10%呢 有一个增强的效果 这波应激会很恐怖 看一下观战方这边 会不会用人来拉普陀吧 而且对面大唐身上还有天地同兽 这个应激 不管你拉不拉大唐 如果被我应出去 大唐被包死了 三票一个都没中 空了武装 千速拉 轻轻回灵雪 那这个长驱不长驱使驼吗 但是长驱使驼观战方应该 那我就觉得观战方这边其实有问题了 呃 无界地狱还在的情况下 不用归宿拉 选择用配宿拉 配宿拉 你这个配宿不是给大唐刚好去配宿的吗 对吧 对吧 这个配宿拉起斯托是给对面大唐一个机会 嗯 看下普陀起来 再拉一次斯托 那斯托 音机 音机 大唐倒地 那如果是这样的配合的话 刚才千速也没必要去拉斯托呀 千速干点什么不好呀 嗯 卡个大金也好啊 斯托虽然也倒了 哎没震死啊 还不错 没震死 残血 嗯 但是对方可以打一个小死王挂给普陀套路啊 果然 我说 还继续在拉人 肯定的 赌 就看谁的输出 先打完 哇 哇 五千四 先指路解开了五 双 这场比赛打到这种时候 精彩了 谁输谁赢 还真的不知道 而且这个回合 观众方这边还能拉起 斯托林再来一把音机 这是一个重点 够刺激 对面场上人多 在观众方这边 宝宝多 嗯 而且斯托林还有变身在 武装控武装 对面武装 关键时刻的命中率很高 拉起 请看 没死 没有触发漫天 嗯 但是看一下有没有强拉 两个孩子应该是一个拉斯托 一个拉龙三的 嗯 水托林 飞机 飞机 哇 连环机 他这个连环机武装 直接摁死 嗯 没有来 没有强拉龙三 这个是有点亏了 点死一个武装 这个战术挺特别的 挺特别的 消耍再重 方甲也重 但是斯托这边 估计保不住 我在这边 原来 一只脸 拼了一只脸皮 还魂 拉龙三 仙人之路 龙三未秒出去看一下 这就难受了 这个让观战方这边有点绝望 其实这个封印之后 还好观战方女儿孙可以拿起 看一下女儿孙还有没有酒 再控 再控 笑死吗 没中 双杀 都拉起 龙三位这边再出一个桶子 现在就是等普陀了 普陀只要能还 只要普陀还能起来 观战方这边还能打 轻轻 无魂驱散 无魂还真重 直接自在 这手这些力破宝宝 笑我还非常的有用 踢不动 防魂拉起一速 对面的力破宝宝伤害太高了 完全打不动 而且这个宝宝之前也神过 普陀可以拉了 有两只归宝 有两只归宿孩子在 总 总是能有人能拉起普陀的 然后就看拉起普陀以后 施陀岭干什么了 这种时候 施陀岭 这种时候 施陀岭 这种时候 施陀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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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时候能干什么呢 先施陀一下 施陀岭 施陀岭 两千六 哇 直接是把大唐给放倒了 放倒了 这个可能对面是没有想到的 虽然说小爽挂出来 又中一次 但是对面 龙三 然后就天空秒出来 六千 但是观战方普陀站起来了 我觉得还是观战方优势 拉龙三吗 应该拉施陀 拉施陀 施陀岭 施陀岭 输出可能会更高一点 这个 起来霍元伞干什么呀 想想啊想想 你这个时候拉起来起了个霍元伞 接下来要做的是扛对面的 一波输出 我前面已经 人顶大惊来卡 我前面我前面已经分析过一种战术了 就是施陀岭不是只能向行摩天宫的 他是可以反向行一速的 一向行了对面武装的话 他不能封不能清封 就是个废武装 看一下啊 我觉得是观战方没有意识到可以向行对面一速的这种战术 这种打法 又给普陀了 这次普陀再死 就很麻烦了 临死之前 拉起了龙三 长期 那就看这个回合输出情况了 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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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龙三的 配合上 利魄宝宝 还是很有可能把龙三给摁死 全村人的希望寄托给了观战方龙三位的摩天宫了 摩天宫这时候 因为对面反正也没有行先吧 摩天宫 多点法爆 能有清场的效果 但是 直接被控 龙三直接被控 武装指人 希望自己能多扛一会儿 对面 普陀的确拉起大堂 平坎青孩子 尸头 尸头这边也把对面的利魄宝宝给清掉了 那现在场上 没输出了呀 单靠一只须弥是打不出太高的一个伤害 但我不说 两千八把对方的大堂摁死在地 尸头你可以用孩子来拉 但这也是 现在你去使用一只薰米宝宝宝宝 大堂摁倒在地又能怎样 这是个重点 对面 华阴阳继续来拉起大堂的伤害很恐怖现在 龙三混原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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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对战方摸天龙秒的伤害 一直都不高 嗯 但是在这种残局的情况下的话 能秒一两千就够了够了 不用秒很多的 能有守势能力就行了 那观战方这边的话 五龙丹好像不是很充足 看样子有点像是没五龙丹 还是老样子得拖到普陀能站起来 那我感觉现在这一次很难拖 看孩子能不能省一次 你看这个武装 你拉一个宝宝就封一只宝宝 法文甲 直接砸死了 孩子也被牵着 一号位随时高度的宝宝 这就难受了 被武装这样封的话很难打 关键时刻关战方武装命中率不高 但是对战方武装又在最危急的时刻表现了自己的命中率 怪不得把这边武装看一下 要不要拉起宝宝出来吧 但同样对面可能会无魂武装 不让你拉宝宝 不让你拉宝宝 全封 武装眼底一镜 关战方武装没中 看那个防御吗 没了 理智分析一下 流花壶前面一个半小时那么大的优势没有推掉 其实就是前面我们作为观众一直在喊阴机阴机阴机 结果阴机出来的伤害其实真的是不够的 真的是不够的 导致阴机出来没有清掉对面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如果当时他不应急继续的一点点磨死对面的话 半个小时也是够磨死对面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对面其实已经没有宝宝了 如果对面 如果流花壶再多一点点沉住气 不用应急去打消耗 应该是能在最后的半小时比赛里面把对面给磨死 但是其实他刚刚有一些战术上面还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例如说师陀琳拿起来就没有选择一把阴机 他选择集了一把旨人还是会员3 嗯 就是可能还是集了那么一点点 集了那么一点点 当然师陀的伤害如果再高一点也好了 没有印记的那套静脉的师陀琳 印记伤害还是真的是欠缺了一点 武装关键的几次防点杀的回合没封重 已经没脾气了 这全都被封了 有九转也没用 不过这场比赛打的真的是非常精彩了 刚才都有弹幕说是史上最大的一次翻盘 是不是最大就不说了 但是确实是一个大翻盘 是不是最大就不好说了 那今天的这个不是今天的了 是今天上午的这个预选赛的第一场比赛的话 就全部打完了 由于打了两个小时 我们也没有机会去看一下其他队伍的比赛了 那下午的比赛是在一点 一点半的时间 同样的话也是会带给大家 本次全明星选选赛 下午才第二场的一个比赛 给大家